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星期二在北約峰會期間 會見了英國首相新衛城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土耳其在之前一日取消反對瑞典加入北約的立場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領導的執政聯盟 在星期二初步批准了導致國家分裂的司法改革計劃 以色列示威者全國舉行抗議 數十名記者星期一晚在墨西哥內政部外聚集抗議記者桑哲斯被殺 他的屍體在星期六被發現有暴力跡象 中非共和國在舉行公投前幾天 總統陶雅德拉在班吉舉行的儀式上 將新憲法寵案交給活動人士 新憲法將准許總統競選第三個任期 泰國首都曼谷有條正在修建的高價道路 在星期二倒塌造成至少兩死殺一傷